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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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下一录的时间是礼拜四 早上的9点49分 加全指数涨27点 一开盘最多涨了46点 速度还蛮快的 什么原因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又大涨 因为礼拜二传出来 美中贸易谈判 可能会取笑 这种适适而非的言论 很讨厌 那你自己本身要有判断的能力 不要市场上面 假消息随时都充斥的 你如果自己没有判断能力的话 那么很容易被市场给影响 到时候沙滴之后 又要追高 那就很可惜了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过那是假议题 美国跟中国都急着 要赶快把双方贸易的问题给解决 所以不会取消 昨天道琼开盘 直接开高300点 最多涨了接近300 290几点 可是开高之后又滑了下来 可见得 道琼真的是涨高了 去三千点 当然高 指标也在高档 所以道琼在往上攻的机会 其实比较容易被受限住 可是在美中贸易谈判前 你这个行情要叫美国下来 要叫全球股市下来 几乎是不容易啊 因为有一个谈判利多在后面 如果谈判完之后 利多发布完到处有可能会修正 所以在贸易谈判之前 这个行情是不容易下来的 那昨天美国主要是在个股的部分 因为也开始进入了超级财报 开始进入超级财报之后 个股表现是比较重要的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比较强的 因为他有些是没秀出来 这边秀出来的东西是有限的 昨天比较弱的是在网路股的部分 脸书比较弱 特斯拉最弱 因为特斯拉要裁员 所以包含他的在中国大陆的车子 也有问题 也是招回了几万辆 那特斯拉跟脸书比较弱 昨天最强是IBM IBM昨天大涨了8% 主要原因是因为财报率多 所以美国股市目前也是在 超级财报的一个内容 那昨天还有好几家 比如说PMG 昨天财报发布的时候也大涨5% 那另外一家网路公司 包含电信公司 那个名字 那个名字我一直记不起来 昨天也大涨了6%多 昨天大涨了6%多 那AMD 昨天也大涨了5%多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强势 其实都聚焦在财报的内容 那美光涨了1% 施科涨了1.5% 苹果昨天小涨一点点 所以回过头来台湾这边 我们昨天被美国股市吓到 跌48点 那今天涨回去也是正常的嘛 对 那重点在于能不能有带动攻击的机会 我跟大家讲过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的部分目前正好在挑战 连续两年大的压力区 9855到9940 这个区间只要能够过 那么接下来上面都是真空地带 真空地带是没有压力的 所以9940如果过关 台北股市就有冲击的机会 就有往上冲的机会 你看今天最高来到 999877 那这波最高来到9919 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所以台北股市要价格 一定要穿得可以 指标性的股票一定要出来才可以 今天亚洲股市目前是大部分是持平 因为昨天也是持平 那今天是小涨 今天小涨 好台北股市我们来看几档 有机会带动指标 但台积电是功不可没了 因为台积电它占的全值 20%是最重的 然后目前台积电小涨1块半 小涨1块半占大盘的一个指数 大概占了13点 哇 占到1块 然后今天平概股最露脸 今天平概股从 凯胜 凯胜一开盘很快就涨停板了 凯胜一开盘很快就涨停板了 凯胜昨天下午发布去年的财报 去年亏4块钱 亏得好严重啊 亏得好夸张啊 一年一料4块 那赔4块钱竟然会拉涨停 代表怎么样 代表利空出境嘛 赔4块钱的公司 股价买得50块啊 赔4块钱的公司 股价买得50块钱啊 所以对平概股今天会有带动的作用 那一样是做饥渴的 另外一堂可乘 就更有机会了喔 可乘去年一股是赚 36至38元 创历史新高 亏大钱的拉涨停 赚大钱的还没有动 所以这个要注意 昨天成交量2700张 今天开盘到目前已经2200张了 所以可乘能不能被 凯胜给带动拉了上来 机会很大喔 230元站上去之后 可乘就有机会动了喔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平概股尤其可乘大力光 都是1月开始起涨的 都是每年1月开始起涨 每年1月开始起涨 那目前正好在1月见底之后 指标再低档 所以这也是有攻击的机会 尤其一样是机壳最烂的 凯胜都已经涨停板了喔 你看凯胜这一波 从3 涨幅反而最大 了最多钱的起最多啊 有点离谱喔 所以可乘要特别注意 230站上去之后也会转强 那今天另外一档平概股 也是股王大力光 今天也没错 今天已经涨了快3%了 指数涨25点 台积电大力光股王全之王 都要表态的味道 所以对于今天大盘 是有带动的一个效果 好今天盘面上如果说以类股来看的话 当然还是生气股最露脸喔 因为生气股里面 生气股里面 好生气股里面 浩顶 官司落幕之后连续飙两天 昨天涨停今天再涨 胆中股票在操作上要小心啊 因为毕竟还是在烧钱的公司 公司还是一直处于亏损 因为临床实验一直都还没有好的结果 每年亏损这么严重 4块5块6块8块 这种在烧钱很夸张啊 去年前三季就已经赔了将近快5块钱了 那股价这种涨法 你要强短没意见 可是自己心里还是要警觉意识 我还是锁定4123成德 成德今天又创新高80元了 虽然没有浩顶那么激情 可是至少他的东西是看得见的 去年30块钱 同时进军大陆市场 不管是在儿童用药或者奶粉的部分 好都是很有积极的企图心 今年还有一家子公司要在美国上市 那成德我们这样一路操作下来 这个利润已经超过40%了 80块钱新的糕点过关之后 有机会再加速 你看昨天的成交量 4400张 今天已经2600张了 也是有在升温的味道 所以81块钱如果再过 随时都会再加速 生技股的部分 4123成德你特别注意 好今天另外一个强势族群 很明显的是在哪里 封电市场封电的部分 封电的部分 包含中钢购上尾投永贯 你看永贯 现在行情很奇怪 越探钱越坏了 阿辽钱越坏了 你看永贯这也是 从12变8变2 去年变亏损 前三季已经赔了2块钱了 猫越多越厉害 这有点投机的味道 但这种赔钱的公司 我是比较不建议啦 那你们自己在操作的时候 要小心 尽量要小心谨慎为好 好新金元的部分 环球金 目前涨了1块半 刚才最多270元 涨了4块钱 环球金只要 278块钱再站上去 这个指标就在低档了 240把他站起来 又穿上 这又打2枝卡在的 2327国具 这是市场人气指标 市场人气引擎 这两组如果不动的话 要让成交量快速的回升到千亿 就比较不容易 所以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带动指数的台积电 大力光 可乘 这些瓶盖股 今天有要要欲试的味道 升级股 这是最明显的 风电今天也不错 所以今天多头攻击的火没有息 那剩下最后就是 人气引擎调动 细晶圆跟被动元件 所以这两组是今天 接下来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大盘预估量781亿 比昨天增加一些啦 可是还是严重不足 还是严重不足 那量不够的时候 尽量选择一些 中小型股 勾奔稀的 比较有容易表现的机会 对 等一下我强棒朱吉 会跟大家推荐一档股票 那今天 台北电玩展开幕了 橘子目前是小涨 不够 不够 昨天外资继续加码 这八十块也会上去 八十块钱如果站上去的话 橘子也是有动的机会 所以包含电玩展 你 相关的游戏软体股如果不动 那也是当天盘面强弱的一个指标 所以今天关盘的指标 焦点还蛮多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等一下 强棒初级的一档个股 跟大家来做分享 提供给大家的 短线二到三天的操作 来今天强棒初级跟大家推荐 2448的晶电 2448晶电 晶电也是老公司了 这是全球前三大的 两岸三地最大的LED公司 对这家公司大家不陌生 那今天为什么跟大家推荐晶电 因为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 环宇结盟晶电 环宇入股晶电的子公司 精神半导体 那重点在供两个商机 一个是5G的设备 另外一个 除了5G设备以外 也要一起合工 人脸的辨识系统 所以4991的 环宇开盘之后 已经开始大涨了 这个成交量比昨天的278张 成长已经快10倍了 那环宇大涨之后 晶电你就要注意了 昨天成交量5000张 目前成交量已经1万张了 量也是增加了一倍 那晶电 但目前尔利地的报价是比较吃亏一点 可是晶电每股净值 有高达46块钱 净值46.3 目前股价才25块钱 很低啊 包含昨天外资也第一天买进1800张 所以晶电接下来只要能够 26.5 26.4再过关 这整个底部完成之后 就会开始发动补涨的机会 所以这种低价的底部的 尤其又有特殊技术的 然后在整个行情利多的一个促勇之下 我想这场个股 今天提供给大家短线 二至三天的操作参考 那当然一直做短线也不行喔 还是要做点破断单 那欢迎加入我们333的活动 圆月抢标股333 会期全部3月再开始起算 我们的付电话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我们下午见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